阿雅原创独家出品《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额奖 小编C 捏水啸 第五百三十四章 呼风 莫大哥 我根本分不清方向啊 我们这样走 确定可以出去吗 苍恒完全迷糊了 此刻只能跟在莫无忌后面 在这个废墟中再也找不到半点头绪 肯定可以出去 尽管跟在我后面 莫无忌肯定地说 这些雾气对别的修士来说是障碍 但在莫无忌的灵眼之中 根本没有半点阻拦的作用 远处偶尔还会传来一两声修士的惨嚎 但是这些喊声很快就消失不见 两个时辰后莫无忌停了下来 跟在莫无忌身后的还有十二人 莫无忌一停 众人都停了下来 所有人都紧张地看着莫无忌 生怕莫无忌说出我迷路了之类的话 莫无忌没有迷路 不但没有迷路 而且还知道 再往前走上几步即可离开这个废墟 他之所以愣神 是之前那个雕像 那个雕像倒在地上是他帮忙竖起来的 当时他还帮雕像找回了一条手臂 甚至帮助雕像重新建了一个防御阵 而此刻雕像站立的平台还在 但雕像却不见了 莫无忌绝不相信有人将这雕像拿走 不说这本来就是个普通的雕像 就是他布置的防御阵亦是完好无损 甚至没有半点遭到攻击的痕迹 在这雕像的平台下 也没有半点这雕像的残渣痕迹 莫无忌走到这雕像平台边 弯腰用手摸了摸雕像的平台 似乎就是寻常石头 在平台旁站了两久之后 莫无忌忽然涌出了明雾 他们之所以到现在都平安无事 应该是和这雕像有关系 之前提醒他的声音 也很可能就是来自雕像 一个雕像可以提醒他 那唯一的可能就是这雕像根本不是雕像 只是一尊看起来和雕像一般的肉身 这肉身被人打破在地 他将其肉身再次送回了平台上 而这平台应该就是这具肉身原神复原的关键 难怪在他耳边的那个声音 说自己曾帮他一次 若他猜测是真 这还真是他帮了一次大忙啊 之前他帮忙 是因为感受到一具雕像 也有如此情感 心中触动而已 现在看来 果然帮人就是帮技呀 莫大哥 是不是迷路了 座椅先有些担忧 莫无忌缓缓站了起来 走吧 就出去了 说完 莫无忌急步便跨出了废墟 其余众人紧跟着莫无忌跨了出来 几乎在跨出废墟的同时 所有人都常常吁了一口气 在这迷雾笼罩过来 不断有人陨落的时候 很多人都认为再难逃出生天 没想到居然走出来了 众人纷纷上前感谢莫无忌 莫无忌摆了摆手 大家就在这里分别吧 这废墟有些诡异 我们的修为太长 还是不要进去了 破碎界除了这个废墟 还有非常多的好东西 莫无忌不提醒 也没人愿意再进这个废墟 十多个人知道莫无忌这样说 是想要单独离开 所以便一起上前告辞 等众人走后 慕容相遇才走上前来 对莫无忌躬身一礼说 无忌 当初的事情我 这次 谢谢你救了我一命 我也走了 你多保重 这枚戒指送给你 算是我对你的报答 慕容相遇似乎知道莫无忌 不会接受他的东西 在说完后 直接将一枚戒指 放在了莫无忌身边的一块大石上 然后转身便走 等等 你的东西拿走吧 我的东西足够多 不用了 莫无忌叫住了慕容相遇 慕容相遇停了下来 他并没有回头拿走那枚戒指 而是转头对莫无忌说 那个忌悦 对你不是真心的 他在利用你 还有 你说我不太适合太上刀 我想了好久 觉得你说的 可能是真的 说完这句之后 他迅速顿走 很快便不见踪影 莫无忌无奈地摇了摇头 忌悦是在利用他 这还需要慕容相遇来提醒吗 他只能拿起那枚戒指 他的神念 很快就渗透到了戒指之中 戒指中除了两张 平淡无奇的麻色纸张 什么都没有 莫无忌一张手 两页纸张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尽管是两页平淡无奇的麻布纸张 但是这纸张一到手 那种浩然的气息 就冲澈了莫无忌的身心和灵魂 这是洛书 居然是两张洛书 莫无忌完全没想到 慕容相遇会如此大方 将两张洛书交给了他 这女人居然还知道感恩 这倒是让莫无忌颇为意外 难怪这么多人抢夺洛书 这两张洛书他看到还没看 就凭那种浩然的气息 宏伟的大道悼念 这就足以让他感觉到 这绝对是至宝中的至宝 莫无忌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慕容相遇 拼死都不想舍弃洛书气章 这种东西如果在他手里 他一样会拼命不放弃的 之前那数百修士之所以没有抢夺洛书 恐怕还是不知道洛书真正的价值 大家也只是听说过洛书 是传闻中的先天灵宝 但这灵宝到底如何也没人知道 假如这洛书被人看见 也许就算是他的实力再增强一倍 也无法阻止大家疯狂抢夺 莫无忌看了看慕容相遇离去的方向 两久才叹了一口气 慕容相遇也是在玩火 竟然敢将两张洛书给他 若不是他的话 换成另外一个人 难保会忍不住追上去 随手拿起一张洛书 莫无忌的目光落在了上面 贝落五行天地各分 通其变集一其数 莫无忌仅仅看了十几个字 每一个字都好像沉中目骨一般 轰在了他心灵最深处 一道道广阔无边的道云气息 扑面而至 让他整个人都激动得颤抖不已 仅仅数息时间 他就发现自己当初领悟的封顿术 是多么的简陋不堪 莫无忌在第一时间 就将洛书收起 送入了自己的不朽界里 这一刻他激动得都有些颤抖 这洛书实在是太强了 他自创的功法 再加上这两张洛书 绝对能有一个质的飞运 这时候 莫无忌肯定 慕容湘羽自己还没有完全了解 洛书的可怕和重要 若是慕容湘羽知道的话 他还会不会给自己两张洛书呢 莫无忌没有停留在原地 他选择了一个方向迅速顿走 采集仙灵草等等的事情 暂时先放一放 反正他短时间内也无法进击单地 对他来说 赶紧找个地方研究洛书 那才是重中之重 数天之后 莫无忌找到了一处不小的天然湖 这湖的一边是半边崖壁 崖壁内凹进去 周边还长满了一些低级仙灵草 莫无忌直接将这些仙灵草全部采光 然后进入了崖壁的缝隙之中 在缝隙深处 简单地挖了一个存生的洞府 在这洞府外面 他布置好了隐匿症和护症 然后直接进入了不小界之中 在不小界里 莫无忌再次拿出了两张洛书 那浩然的大道气息 再次冲澈莫无忌的身心 这两张洛书上每个字都蕴含着无穷无尽的道运气息 让莫无忌沉浸其中无法自已 时间渐渐流逝 他那已经形成的风遁树 在这一刻发生了变化 之前莫无忌只知道 他的风遁树到达九层之后就会产生质变 但到底会产生怎样的质变 他并不清楚 当他拿到了这两张洛书之后 那风遁树的质变 就好像一条渐渐清晰的康庄大道 慢慢地在他面前扑就 风遁树九层之后是五大境界 第一境界有形之风 到达这个境界的时候 他在遁走的时候 整个人都会化成风 然后融入风中遁走 这时他虽然还有形 但和风的气息几乎完全相同 境界不到的人根本就察觉不到 有形之风后是第二境界 无形之风 到了这个境界 就算是没有风 只要虚空气息中拥有风元素 它就可以消融到这些风元素里 走得无声无息 这比自己鼓动风顿走 那要强大无数倍 这根本就无法进行比较 第一个顿走的速度 取决于自己的修为 第二个顿走的速度 取决于大自然 第三境界 风移 只要有风的两个位置 它就可以直接从一个地方 顺移到另一个地方 这不是空间顺移 而是借助风的顺移 比起空间顺移 这种顺移几乎没有空间波动 而且对自身的消耗意识非常之少 第四境界 引风 这已经不是辅助手段 而是将风顿术化成攻击手段 引动空间中原来的风来攻击对手 或者对周围的事物进行无情打击 地狱无境界 呼风 这个境界 末无忌当年 只在地球的传说中听说过 呼风换雨 那可是神仙做的事情 神仙毕竟是传说 尽管可以称之为仙人 但末无忌很清楚 他不是神仙 他只是修仙罢了 可一旦能呼风 那不是神仙是什么 这绝对是大神通了 推演完自己的风顿术 末无忌清醒了过来 此刻他的风顿术 已经不能称之为顿术 而是一个真正的风系大神通 末无忌决定找机会 学习一个话语的小法剂 将来可以用洛书 推演出幻语神通 也许这神通对他的用处并不大 但是能呼风幻语 那可是每一个看过地球上 神话固执的人的梦想 不朽凡人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 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